你好,欢迎来到每日一书,本期要分享的书是《超级合作者》,本书共有两位作者,第一位作者是哈佛大学生物学和数学教授马丁诺瓦克,曾在牛津大学动物学院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是当代最重要的生物学家之一。 他擅长将数学和生物学进行结合,其研究成果不光推动了进化论的发展,也加深了人们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具有跨学科的价值。 第二位作者是畅销书作家罗杰海菲尔德。本书从生物学、数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角度出发,深入剖析并阐述了生物之间合作得以达成的五种机制——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空间博弈、群体选择以及亲缘选择。 同时,急剧洞见地指出,合作是既突变和自然选择之后的第三个进化原则。 来看第一部分,合作的五大机制。 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囚徒困境》,作者在引言中就提出了这一概念。 囚徒困境考验的是,人们在背叛与合作之间、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的选择。 仅进行一轮的囚徒困境博弈,理性人的选择往往都是背叛。 但是,重复进行的囚徒困境博弈告诉我们,只有偏于宽容的策略,最终才能胜出。 简单来说就是,在有些情况下,即使合作能让两个人在总体上获得最大利益,但如果从自私的角度考虑,我们还是不会合作,而是会选择背叛对方。 背叛对个人来说是最佳选择,但如果双方都选择了背叛,总体上的利益就会变小。 作者认为,如果从进化论的角度来思考囚徒困境,就会发现自然选择似乎并不支持合作,而是偏向于自私自利的竞争,因为合作者的生存机会总是低于背叛者的。 但事实是,无论是蚂蚁这样的社会性生物,还是人类社会,都有大量的合作案例。 作者认为,自然界里一定有一些机制,可以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把竞争转化为合作。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五种机制。 一,直接互惠机制。 我给你挠挠背,你也会给我挠挠背,这就是对直接互惠的最好解读。 当两个个体再次碰面的概率高于无私行为的成本收益比时,直接互惠就能引领合作的进化。 比如,蝙蝠更愿意与之前喂养过自己的蝙蝠分享血液, 蝙蝠之间会花时间为彼此疏离打扮,尤其在胃部的毛发处花很多功夫,以使得对方能识别出自己。 这样的互惠行为在许多俗语中都有所体现,譬如以牙还牙,以及善有善报。 但如果蝙蝠只需要打一次交道的话,那很有可能先得到好处的一方,下次就不会采取合作行为。 但在自然界的实际情况中,为了让直接互惠发挥作用,双方需要不断重复接触,这样才能有机会用一方的好意回报另一方的好意。 他们可能生活在同一条街道或同一个村庄,也许是一起工作的同事,或者每个周日会在教堂碰面。 在吸血蝙蝠的例子中,他们都栖息在同一个山洞里。 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就能在相互帮助的基础上形成接触。 作者把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到之后,利用自己的专长,做了一个数学模型,输入到计算机里,然后看看在长期的博弈中,到底采取哪种博弈策略能占据优势。 这个模型运行起来之后,作者发现,有一种策略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叫宽宏以牙还牙策略,什么意思呢? 宽宏的以牙还牙比以牙还牙要更大度一点,是说你帮我一次,我下次一定帮你。 但如果你背叛我一次的话,我下次也还是有可能跟你合作,继续帮你,当然这需要看概率。 采用这种策略的人更宽容,更容易与对方达成合作。 而合作给双方带来的好处远比背叛高得多,所以采取这种策略的话,占据上风的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通过这几次实验,作者就等于用数学方法证明了,进化的确有朝着合作发展的趋势,在长期博弈中,直接互惠机制的确能引发合作行为。 2.间接互惠机制 间接互惠是说,我帮了你之后,虽然你无法直接帮到我,但是我会获得一个好名声,随后从其他人那里收获回报。 只要我获得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那我就会去帮你。 比如,我给你挠痒痒被,别人看见了,觉得我很靠谱,那下次就会来给我挠痒痒,这就是间接互惠。 通过关注你的名声,我就可以在与你打交道的过程中,从他人的经验中获益。 如果你以前留下了不可靠的记录,那么我就会谨慎一些。 而如果你一直都正直慷慨,那么我就会更愿意与你打交道。 可见,间接互惠可谓是合作行为的强大促进力量。 3. 空间博弈 空间博弈与地理和空间因素有关。 在自然界里,不管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它们的分布都是不均匀的。 比如人类在有些地方会聚集到一起,那就形成了城市,在城市之外可能就比较分散。 不要小看这种不均匀,这种不均匀的分布,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不同的分布结构,都会对生物之间的博弈造成影响。 而作者的数学模型显示,虽然不同分布结构中的博弈走向会有比较大的差异,但合作者永远都能在博弈中找到机会,合作行为总是会自发产生。 这也说明了合作机制在自然环境中是广泛存在的。 4.群体选择 自然选择既能影响到个人,也能影响到由个人组成的群体。 研究表明,只要群体中的个体愿意为群体利益付出什么,那么,这样的群体就会拥有生存优势。 达尔文刚提出进化论的时候认为,自然选择是直接作用在生物个体身上的。 理查德·道金斯等科学家说,自然选择其实是以基因为单位的。 但作者提出,自然选择具有多个层次,并不仅仅停留在个体层面,群体选择在很多情况下是确实存在的。 比如,达尔文曾经说,毫无疑问,如果某个部落拥有一批愿意牺牲自我,帮助他人,成全共同利益的成员,那么这个部落就能胜过许多其他部落,这就是自然选择。 作者同样利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对群体选择机制进行了研究,并且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在一个群体内部,合作者是吃亏的,因为你为了群体做出了牺牲,其他人却白白享受了你带来的利益。 但从不同群体间的比较来看,拥有合作者越多的群体,就越有竞争力。 比如,假如有一只松鼠看到有天敌正在靠近自己的群体,如果它是一个合作者,就会发出声音提醒其他松鼠快跑。 但与此同时,它自己暴露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很可能被天敌吃掉。 所以从自身利益来说,这只合作者松鼠是吃亏的。 但从群体选择的角度来看,群体里这样的合作者越多,对群体的繁衍就越有利,自然选择也会偏好拥有更多合作者的群体。 5.亲缘选择 与一个人的血缘关系越近,我们就越愿意努力跟它达成合作。 这种形式的合作关系之所以得到进化,是因为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增加传到下一代的基因数量,从而扩大我们未来的遗传规模。 这种机制被称为亲缘选择,也是合作的第五种机制。 比如,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就是这种思想的名作,这个说法也挺符合我们的直觉。 不过其实,亲缘选择理论在生物学界还有很大争议,比如,曾经有生物学家说,亲缘选择是个优秀的数学理论。 但是很多研究都得出结论说,其实同一个潮里的蜜蜂,分不出面前这只蜜蜂是自己的亲兄弟还是表兄弟,那这个理论就没法证明。 不过作者说,如果能够给亲缘选择找到一个适当的定义的话,那它同样可以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再来看第二部分,为什么合作在生命进化过程中鞠躬至尾? 在作者看来,合作的历史,要比生命本身更为悠久,因为生命就起源于合作。 为什么这么说呢? 生物最基础的化学建构是RNA,也就是核糖核酸,就起源于分子层面的合作。 人类身体的基本构成单位,细胞,也是进化中的合作行为带来的成果。 比如,绝大部分真核生物的细胞内都有一个基本的细胞器,叫线粒体,可以为细胞提供能量。 线粒体看起来就像一个小虫子,而且它使用的是一套单独的DNA,跟我们身上的那套DNA不一样。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线粒体跟我们的细胞,其实就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大约17亿年以前,细胞吞噬了线粒体的祖先,但是并没有消化它,反而结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相当于是线粒体寄生到了细胞之中,二者共同进化。 除了线粒体以外,绿色植物细胞中的叶绿体与植物细胞之间也基本上是同样的合作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说,复杂细胞的形成,其实就是进化中的合作行为所带来的成果。 跳出细胞内部,细胞与细胞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比如,我们的器官都是由不同的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之间相互合作,才维持了我们身体的正常运转。 合作机制还促进了我们最重要的器官,大脑的进化和发育。 间接互惠机制就起到这个作用。 因为间接互惠的本质,就是我们付出代价,去购买一个好名声,然后期待着这个名声能在以后给你带来收益。 为了实现这个过程,我们就需要接受信息,传递信息,拥有良好的记忆力,学会判断对方的名声好坏,这其实是一系列非常复杂的认知活动。 人体拥有自我生长和修复的能力,细胞也必须不断地更新。 比如人每天都会产生几千亿个新的血细胞,其中的细胞也都在不断地进行新老交替,维护身体的正常运转。 癌细胞是细胞中的背叛者,由于突变的原因,癌细胞不再为了整个身体服务,而是选择不断地增值分裂。 与其他细胞相比,这些选择了背叛的癌细胞分裂速度快,侵略性强,甚至还可以转移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癌细胞的这种特性,其实就破坏了细胞间的合作机制,最终导致了整个细胞群体,也就是身体的衰败。 作者认为,人类的语言文化现象,其实同样来源于进化中的合作机制。 为什么在地球生物中,只有人类发展出了语言呢? 而其他动物并没有。 作者说,这跟生命所处的环境和生态有关。 只有当语言带给生命的利益,高于学习语言所需要付出的成本的时候,语言才有可能诞生。 比如,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消耗能量的,体积庞大的大脑,需要持久的学习过程。 强大的记忆力,能精确发出声音的器官,才有可能学会语言。 这并不简单,而这都跟人类社会的丰富度、复杂度,以及极其频繁的合作行为有关。 即便你的身体再怎么强壮,一个人也打不过一群人,只要其他块头比较小的人聚集到了一起进行合作,商量着要揍你,你也没有一点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只能去跟他们谈判,或者去联合其他支持你的人进行解决。 这些合作需求的存在,不断地驱动人类寻找解决方案,语言因此才有可能出现。 作者认为,语言、大脑和社会,在进化过程中是相互关联的,是一种协同进化的关系。 再来看第三部分,如何运用合作走出困境。 工地悲剧告诉我们,所有人都能免费使用的资源,必定无法长久维持免费使用,最终都会成为滥用。 那工地悲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比如,全球变暖这个气候问题,就很容易沦为工地悲剧。 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我们继续肆无忌惮地排放温室气体,那地球就撑不住了。 但与此同时,所有人都想让别人少排,自己多排,占别人的便宜。 那工地悲剧有解决的办法吗? 作者说,那就是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利用名声的力量,来促进人们达成合作,保护公共资源。 比如,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就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研究者在公共休息室里放了一个自助购物箱,无人监管,只是在上面贴了一张图片。 结果发现,如果贴的图片是眼睛的话,购物箱里收到的钱数就会大大增加。 因为购物者会意识到可能有人在观察着他们,因此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不敢白拿东西不给钱。 作者说,利用同样的心理,我们可以通过公开每家每户的用电量等数据,来提醒人们节约资源,降低碳排量,保护环境。 2016年的时候,作者的家乡经历了一场极端干旱天气,每个人都知道要节约用水,但是还是效果有限。 之后,当地报纸发现,有30户人家的用水量非常大,于是就把这30户的大概位置公布了出来。 作者说,只要用水大户意识到,别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浪费资源,那么,为了顾及自己的名声,他们肯定会降低自己的用水量。 当然了,这种方法也存在着侵犯隐私等问题,那就另当别论了。 作者通过研究发现,奖励比惩罚更有利于合作。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为了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研习了一种看似简单直接的手段,以惩罚来进行威胁。 有研究显示,在对别人进行惩罚活动的时候,我们大脑里所产生的反应,跟受到奖励时是一样的,能获得一种令人陶醉的满足感。 但惩罚并不会促成合作。 比如,作者做了一个模仿真实环境的实验,在实验中,玩家两两一组进行游戏,每个人在每一步中都有三种选择,就是合作、背叛和惩罚。 合作意味着自己付出一块钱,让对方得到三块钱,背叛意味着从对方那里拿走一块钱,惩罚意味着自己付出一块钱,而让对方损失四块钱。 经过长时间的博弈,作者发现,一直保持合作的玩家成绩最好,相互惩罚的玩家成绩最差。 表现最好的六个人,自始至终都没有采取惩罚手段,而分数最低的玩家使用惩罚手段最频繁,导致激起了渊渊相暴的恶性循环,所以成绩最差。 从这个结果上来看,惩罚者不可能成为最终的赢家。 而气候问题这样的公共品博弈,或者其他社会问题,参与人数都是超过两位的。 所以,作者随后又做了一个实验,把实验对象改成了四人一组。 结果发现,如果组内所有的玩家都不使用任何的惩罚或奖励手段,就会陷入到典型的工地悲剧中,大家都想着占别人便宜,相互之间又无法制衡,最终只得到了很低的分数。 这就是因为,惩罚的代价太高,双方都受损,所以喜欢惩罚的玩家最后的总分也很低。 相比较而言,奖励手段也能引发合作,并且双方都有所收益,最终能得到最高的分数,算是最佳选择。 所以,作者说,我们可以通过信息的公开,找到那些不守规矩的人,然后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干脆也不合作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对合作者予以奖励,这更能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最终解决问题。 总的来说,作者认为自然选择可以通过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群体选择等五种机制,将竞争转化为合作。 生命的起源,生物的身体,人类语言的诞生,都与进化中的合作行为有关。 人类要想走出气候变化等工地悲剧困境,也唯有通过合作才能成功。 好了,这本超级合作者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